我们在门诊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病患呢 就拿着一个报告来 我的肿瘤指标这个很高 那个很高 我是不是得癌症了 一个肿瘤指标很高 不代表我一定有肿瘤 我今天得了癌症了 也不代表我的肿瘤指标会高起来 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跟病人的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来做一个比对 有很多的因素 根据一些研究一些统计 都跟胰臟癌的发生率有关系 最常见的一些关联就是 当然抽烟喝酒 那么另外一个糖尿病 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比较容易的胰臟癌 那另外一个要谈到的就是胰臟炎 如果胰臟是不断的发炎 断断续续的所谓演变成慢性胰臟炎的话 也有可能会导致我比较容易得到胰臟癌的问题 那么有一些家族性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家族是很多癌症的 这种基因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说 这个家族的成员比别人会有多一点的癌症的胰臟癌的机会 所以这个家族性呢 遗传性的问题很困难 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我今天如果可以戒烟呢 我今天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 因为肥胖症 我们所谓的三高 尤其是我们的高血脂症 也有可能会跟胰臟有关系 如果我今天是喝酒的那我就要戒酒啊 今天我抽烟我就要戒烟啊 我今天肥胖就尽量把这个肥胖的问题解决啊 所以这些危险因子如果我们可以一一的去克服的话 也许这个胰臟癌的发生率可能也会跟着减低 那那些所谓的遗传的啊 基因的问题那就很难避免 我想现在在各个健检中心啊 都会去验一些所谓的肿瘤指标啊 那胰臟癌有一个肿瘤指标是哪一个 CA199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词 那CA199呢 它是针对这个胰臟癌啊 但是一个肿瘤指标很高 不代表我一定有肿瘤哦 我今天得了癌症了 也不代表我的肿瘤指标会高起来哦 所以它是可以当成一个参考的价值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以一个肿瘤指标的高低而判断你有没有疾病啊 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跟病人的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来做一个比对 来做一个结合 譬如说它有黄胆 它瘦得像皮包骨 它吃不下 CA199就很高 那我觉得这个病患 就可能要高度怀疑 它是有一张癌的 如果这个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病人 气色非常好 最近也没有体重减轻 胃口也非常好 也没有黄胆 那这个可能就 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甚至于检查去厘清这个问题 是的 因为我们在门诊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病患呢 就拿着一个报告来 我的肿瘤指标这个很高 那个很高 我是不是得癌症了 我想这个可能 医师要用他的智慧去判断说 他拿出来这个报告是不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看当下这个病人的状况 来判断是否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跟进一步的评估